他们打电话过来说 才变成发电 发电厂内水流湍急 8号下午花莲受风吸 总共有8车21人受困在这 虽然最后19人平安获救 不过有对父子遭洗水冲走 两人接连被获救 不过已经变成冰冷遗体 家属确认遗体后 在现场痛哭失声 灵性男子开车载着 两岁的儿子与朋友一起开心 俗席露营 在横渡溪床时 突如其来的大雨 导致洗水暴涨 8号下午花莲受风吸上游 午后山区下起大雨 车辆没能及时出来 受困河谷 灵性男子贸然通过导致翻覆 通行友人眼睁睁看着两人 被大水冲走 这一行人都是花莲当地人 从产业道路下茄西谷 往二子山温泉方向游玩 由于西谷相对平坦 是许多四驱车玩家的首选 只不过这次突如其来的洪水 仍然让他们防不胜防 最终遗憾发生旱事 3日新闻旅燕洪瑞里花莲采访报导